这可不是在炒大份 这是印度的滋补回血大餐 如果你朋友时常腰肢酸软乏力 一定要吃一次这种美食 肉质硬食口感爽脆 吃完到心崩溃 吃一口肾不虚 吃两口让你卧床不起 吃三口便可直接魂归故里 这里是印度拉西布拉该市区街角处的一家滋补小摊 请跟随我们的镜头 一探老叔小摊店背后的精彩故事 只见老哥从铁桶中咬出一堆疑似食材的玩意儿 此时才带着各种菜丝 一派消化不良的景象 再来上几大勺淡黄色的老油 接着用电焊大勺不断搅拌 铁盘上呈现出一种史黄色的浪漫 啥是好看 随后关小火熬煮 请出今天的猪食 不对 是煮食大面包 徒手扳开之后 在探入大锅中沾点约酱加注在归笼 一份浪漫加新面包就完成 吃出层次丰富的口感 走完一波三折的人生 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 No 跑戏才刚刚开始 此时铁板上的羊肝朋友冒泡 看得我有些心浮气躁 但老板表示 这玩意儿看多了反而会爱上 你看他又开始搅拌 虽然看上去很稀 但老叔表示还差些火候 接着继续加入老油 将锅边逃跑的部分箱内归笼 循环往复 窜流不息 经过一次次加料熬煮 再搞一次干湿分离 朋友们一定会感到好奇 但劝你收起你的好奇 免得见你一脸 网包将丰富的铁盆中添加新油 使其看起来来更加的浓稠 接着大家看到的就是 制作擦锅包的环节 光天化日 它竟然用左手 这在印度也是很炸裂的存在 瞬间将掌心里的营养物 快速磨匀 可以预见顾客吃完 就会窜息不停 最后来个鲤鱼打挺 往面包里加一些硬菜 再用面包夹住 如果夹不住当心失了裤 在老哥的不懈努力下 这份滋补美味总算制作完成 你看这诱人的色泽 你朋友肯定喜欢 此昆物美价廉 童走无期 吃完就能喜提寿意 昆之美 让无数凡人皆化厉鬼 昆之多 必须动用上股元素打锅 无科技 有天家 轻松堂里扎白花 既美味又多姿 吃完坟头既哀丝 行也家为也家 阎望店里种鬼花 不卡喉不色牙 钢肠专家也白瞎 此昆色泽金黄 吃完蹲下非真香 此昆口感略咸 黑白无常来代言 此昆肉质鲜美 富含横和双氧水 此昆营养丰富 吃完青春永住 此昆入口回甘 吃完飞上云端 此昆入口即化 卫生间里开挂 此昆酸爽无比 完胜红枣枸杞 此昆鲜嫩可口 吃完记得挥一挥手 祝你朋友 一路好走 言归正传 维基做视频 讲究有始有终 下面开始教学步骤 学会做给朋友吃 虽然你会挨揍 但你朋友立马会报受 首先请出滑动变阻剂 36G走为上季 把姜黄和辣椒 分别搓成稀泥 成功开启今天的手工化学 兄弟齐动手 晚上一起走 随后用98号芝麻油煎炸 炸至倒出大量墨子 又是给七家13口喝的模样 不宜观看 直接跳过 并起一口上古枣盆 一盆用三袋 人走盆还在 接着加入不可食用油 印度十三香 绿化袋 小葱头 以及爽菊三宝 随后下入镇国之宝史莱姆 此物入口回甘 吃完就能马上脱单 还能防止男友找小三 加入飞食用盐开始搅拌 你看这汤汁虽然很稀 女朋友吃完后会无期 最后放入昆肉 开大火使其高温发酵 时间来到一炷香之后 出国之前撒上香菜点缀 推荐搭配米饭和右手食用 吃前记得先挂钢肠专家号 出院之后依然活蹦乱跳 美食界有则传说 那就是没有任何一种食材 能以原本的模样 离开南亚的大锅 那里的厨师坚信 行能不行 想要得到什么 就得吃下什么样的东西 为了让这个理念得以实现 他们获得了所有厨师 梦寐以求的能力 过程比较复杂 在还没看完视频之前 可以简单总结为做啥像啥 这里是印度的一处乡村厨房 数十门灶台火力全开 熏出了满墙烟火剂 在医生的建议下 人们将这里改为半开放式结构 以改善厨师们 急性印堂发黑的症状 几口大锅中炖着羊肉 需要经过三四个小时才能出锅 和某些以年计算的高汤相比 听起来也不算很长 但假如转换为工作时间 顿时就变得难以忍受 也难怪他们看起来就像上班时的精神状态 一碰即散 脱落的骨头会被放在另一口大锅 有时还会附赠不少羊肉 他们是招待印度小蜜蜂的供品 就像埋下了一颗种子 只需要奉献些许蛋白质 一星期后就能五股丰登 收获数以万计的新鲜动物蛋白 一道料理想要拿下10克的肠胃 不能光靠口感软赖 还得让人产生共鸣 这就得深入研究消费者的饮食习惯 看他们肚子里都装着什么东西 小哥顺着肌肉纹理将羊肉撕成长条 正是这个举动 瞬间击中10克们的消费痛点 人们纷纷表示惊奇 直言这份菜肴 就像他们肚子里的蛔虫 一下子就揭露出了埋藏最深的秘密 网盘中加入香菜籽粉 将黄粉 辣椒面 马沙拉 盐巴 自然倒入炖好的羊肉汤中 小哥在做的是一种羊肉炖饭 在外星人看来 与之前的肉泥汤有些相似 不过确实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料理 网锅中倒入绿豆 焖煮半小时后再加大米 继续加热半个钟 倒入早已不成羊形的肉条 在烹煮环节中 长铲向内回旋深挖 每次挥舞都会拉出一条热轰轰的黄色 垂在大锅一侧 美食还未真正出锅 就能通过这些忍不住冒出头来的细节 一睹成品的芳容 这在电影中被称为剧透 在烹饪中被称为侧漏 而在这厨房的屋檐之上 则被称为请勿在此逗留 每条垂落的痕迹都是一条忠告 并非所有热热的东西都值得期待 有的可以温暖人心 有的则会让人焦头烂额 当所有食材混合均匀 直接将大锅摔在粗糙的底面上 如此有些伤锅 但在南亚是一种常见操作 无论是厨具 自己还是顾客 下半身都得经受严重打击 才能在真正的考验来临时顶住压力 继续往锅中加入香菜籽粉 辣椒面 马沙拉与姜黄粉 浇入一壶热油 这道料理的制作便接近尾声 所用食材虽说不多 但人们却很难为这道料理命名 既是闷饭 又是煮粥 无面却能拉死 完事还得油泼 无论怎么称呼都过于局限 像是在限制小哥的创作 对于资历上浅的厨师来说 他们总会受到食材限制 无法做出心目中的料理 只有南亚厨师领悟了厨艺中的最高技巧 能够从容处理各种食材 完美做出设想中的模样 简单说是做啥像啥 若是展开来说 则是不管做啥都像那啥 请你朋友吃印度的西瓜蒸蛋 吃完肠道之户完蛋 众所周知 印度对鸡蛋情有独钟 但单吃鸡蛋对肠胃伤害过小 搭配上西瓜喷射能力爆表 放在地表上的大火中制烤 这美食不如老马吃的嫩草 把西瓜的帽子窃下 取出勺子 将能吃的果肉挖出 做成一个西瓜大炖中模样 能吃的食材喂给白马 不能吃的留给牛马 准备好西瓜容器后 老哥开始往锅中敲入主食鸡蛋 为了展示鸡蛋大国的魄力 老哥一口气敲下了三四打将近百颗鸡蛋 好的是鸡蛋 不好的是坏的 不管什么蛋直接加入提前准备好的 番茄洋葱丁 加入一勺马沙拉 一勺盐吧 用勺子将其搅拌均匀 一大盘颜色艳丽的鸡蛋液便准备完成 将其装在绿色碟子上 再倒入西瓜炖中之中 黄色的蛋液与瓜皮的绿毫不为何 没有给人过多的不是 就像在野外解决 用绿叶擦拭般清新 蛋液刚好填满整个西瓜 老哥为了后续出锅考虑 还给锅盖装上了饼 最后就会发现实属多此一举 将其盖在西瓜壳上 还贴心用米糊固定 再插上牙签 防止锅盖被高压击费 一切准备就绪后 便到了烹饪缓解 将西瓜蛋子架在火上探烤 但是老哥觉得这样的烹饪方式不够疯狂 两分钟后 将底部略黑的西瓜转移到地面坑上 套上一个铁丝网 接着取来干草 将网内空间填满 一把大火下去 西瓜蛋子被淹没在熊熊烈火之中 等到干草烧完 刮开炭灰 一个黑色的西瓜蛋子完美呈现 将其转移到屋内 拔起小木棍 掀起锅盖 暗黄的蒸蛋映入眼帘 扯下烧焦的西瓜皮 将蒸蛋切出 摆一个充满食欲的盘 老哥窃下一块鸡蛋放进嘴里 前吊手笔 OK 后条眉头紧凑 吃下块西瓜漱口 不难看出 这西瓜蒸蛋后劲较大 与进出一致模样的印度普通菜肴相比 这种成型的美食更具观赏性 且具有比其他印度美食更强大的 润肠通便功效 转眼又是一个日上三竿 小老弟依然是走着那痛失双亲的步伐 通过AK指引的方式 去往目的地提取今天的食物 另一边 丛林中的一块淤泥地上 出现了大量粒粒饱满 且均群物种于一身的大骡子 众所周知 有食物的地方必有小老弟的身影 这不就来了 为了防止不是在梦游 还须擦了擦卡兹兰大眼睛 确定没错之后 顿时兴奋地发出震震喉叫声 自己高兴的同时 还不忘跟屏幕外的兄弟们互动 炫耀着自己的战果 不一会儿 就收集到了满满灯灯的一株楼 随后便往盘根在此地的卷毛老巢赶 来到卷毛的坟头 立马将其叫醒 看到小老弟带来了丰盛的食物 不由地就精神起来 恨不得现在就啃上一口才能解馋 准备起造生火加上一口祖传的瓦罐 为了节约时间 大罗无需清洗 为体内军群早已盘根在身体的各个角落 洗了也等于白洗 倒入一颗椰子汁 等待煮沸集合 随后便赶紧地制作橘烈窜西匠 时光飞速流逝 很快锅中泛起白沫 清汤寡水的模样让人没了食欲 随着这一口秘制窜西匠的完成 旋螺时间到来 将大罗移制到地上 人手捏起一只 用小飞棍将螺肉挑出 涮上窜西匠就直接放进嘴里咀嚼 顿时寄生蛋白充满整个口腔 妥妥地又是吃成这个海洋 如果你朋友一到饭点就说随便 那不妨就随他一份便 这不是在调试铺马路的利青 而是在制作你朋友爱吃的肉饼 良心商家 除了在分量上很足 在用油上也下了血本 同行用的是食用油 老哥用的是石油原油 你可以不吃 但一定要请你朋友吃 老哥正在揉搓肉泥 此岗位必须有体毛浓密的人胜任 这样Q弹的肉饼才能吃出拉丝感 做按岗位的门指开出20公分左右 这样在卫生执法人员到场时 才能有足够多的跑路时间 往肉饼倒入洋葱碎 再来一盘 继续做前倾运动 揉搓时 还需用下盘顶住肉饼 免得掉到地上 所以讨厌在美食上 吃出手毛的朋友 就不用太担心了 卷毛也有可能是其他地方的 整洁的桌面配合 有节奏的前倾运动 能让食客吃完也马上冻起来 在地上打滚 冷汗加剧烈的活动 还能做到瘦身的效果 肉揉好之后 现在就可以开始煎肉饼了 徒手将鸡蛋抓一块 有锅有勺有锅盖 徒手上阵才是真爱 肉饼推往黑色底带 锅中是油来灌溉 浅浅一层能把视线掩带 传了一带又一带 人走油还能卖 吃完是否还能表态 还是直接say goodbye 锅中景象的确澎湃 各种厨余都能装在 呱呱锅底的配菜 经过几分钟等待 现在就可以上菜 老哥用手试了是肉饼的韧性 看起来很有食欲 但是从橙色上来看 并没有领悟到他师父的门道 作为师父的老哥 除了厨艺更加精进 在用油方面更为奔放 徒弟的功力只能将肉饼炸黑 而老哥直接能染黑 肉饼在进锅的瞬间 就被染得趋黑 仅停一己之力 就将室内的卫生标准 提升了一个层次 因为功力不一样 所以老哥的肉饼熟得相对快点 将一次肉饼的肉饼装入报纸中 用报纸并不是为了 让时刻多读书看报 仅仅是因为此物跟手指更配 如果你朋友爱吃肉 赶紧艾特他来吃一份 师父做的肉饼 转眼又是来到饭点时间 两位红衣表妹背着破竹篓 来到这原始森林中打野 秉承着遇到啥就吃啥的态度 一度成为八字最硬的美食家 遇到了一棵树 不管树上的颗粒状是否能吃 树叶肯定是做菜时不可多得的搭配 一定得摘点回来 来到一条小河边 今天的活物出现 把两位表妹吓一跳 带下归下 辣条是肯定逃不了的 使用小飞棍将其敲晕 然后放进竹篓中 不一会又出现一条 不用想 肯定是带走 分量足够之后 二人便回到坟头 开始制作今天的美食 起造生活 加上大黑锅 锅中包将着一团黄色的河水 丢入生姜 香茅草 刚才收集的树叶 小米辣 等待煮沸 这回辣条也处理差不多了 改刀后放进锅中熬煮五分钟 便可达到食用标准 很快锅中泛起白沫 发黑的汤汁浓缩着 菌群蛋白式牛肉的六十倍 将锅抬起选一处 能倒头就睡的空地 开始炫饭 人手拿着一根辣条 一只汤勺 吃一口肉喝一口汤 二只融合 进入到口腔中 极端美味的佳肴 刺激着味蕾 让表妹吃出了一脸陶醉的海洋 很明显 今天又是妥妥地把自己吃美了 一桶据说是食材的东西 正由内而外的排泄出来 给人一股相当顺畅的感觉 放心 这不是有人当街道大粪 而是在制作印度纯手工三明治 虽然生产过程略显狼狈 但却能帮顾客锻炼肠胃 之前看老板在桶中穿梭 吃完的顾客在厕所蹲到许多 你可以不吃 但一定要请你朋友吃 话说这是位于印度的底库 都拉穿街区的一家平民美食小吃摊 小伙往桶中注入的是横河水 显而易见老板正在用馅料洗手 虽然桶里有提前准备好的鹰嘴豆粉 但这依然是洗不干净的 所以还需要往里加盐吧 而看似谁都会其实没人不会地搅拌 也是需要遵循一定的烹饪科学 只有先顺时针再逆时针地瞎搅和 老板才能将指缝间那些 该有的不该有的矿物质桶筒塞进去 想要做好三明治 馅料的好坏就相当关键 这是一桶绿道让人发慌的约酱 在印度 你根本看不到这坨原料的制作过程 因为老板总是提前在自己的窝点做好才带过来 这既是为了生意好 也是为了你好 让人欣慰的是 面包起码还是我们熟知的正经面包 不过 令人反胃的是 桌上的黑衣员工的双脚摆的也很高 好消息是 跟约酱放在一起 你就能体会到什么叫各领风骚 馅料涂抹完毕后 面包也顺利丢失了原有的清白 接着用破伤风小刀将其切成小块 从小伙的手毛程度不难看出 这还是刚才在桶里洗手的人 一人身兼竖直 干了这么长时间的活 搁谁都会有点怨气 弄飞一大块也算是对生活的一种无声反抗 最后加入红衣小哥的指尖营养后 也就可以放入锅中油斩 虽然过程中会溅出一些糊糊 但不得不说的是 原本狼狈不堪的作案现场 也是突然给犬类带来了一股美味的感觉 看着锅里的美食 不要觉得有很黑 其实老板的心更黑 当然 不管哪个黑 都不如吃过后顾客的印堂来的黑 再到颜色榨纸金黄便可捞出 细心的老板再将其切成整齐的小块 撒上马沙拉后 就正是大功告成了 那么对于此等美食 如果抛开小伙的手毛不谈 相信你肯定是会想请你朋友尝尝 这不是在搅拌猪食 而是在制作你朋友的美食 你或许不喜欢吃 但你朋友肯定喜欢吃 总有人说 印度街头平民区的美食不干净 实际上富人区也好不到哪去 老哥售卖的是鹰嘴豆泥快菜 为了体现出自己是一个热情好客的老板 所以摊子直接摆在地上 非常接地气 让那些背着厚重行囊的赶路人 吃完也能像开头生意那般舒畅 不再负重前行 老哥抱来一包分量十足的食材 形态和颜色让人感到熟悉 虽然乱想很过分 但的确真的好大分 用大勺将其搅拌均匀 从半硬的状态搅和至稀释的状态 无论哪种形态 始终保持进出一致的模样 拥有高超的烹饪水准 往里倒入横河老轿 再甩入一把绿化袋 有些人可能又要问为什么非要在地上 那你可能还不知道 当地很多人创业之初都买不起桌子 所以 算了 他有桌子 你谴责他吧 料理还需单独调味 抓住一把马沙拉 蟹货声音哗啦啦 再来一手白盐巴 蹲下即可会散花 还来一手马沙拉 吃完都说顶呱呱 素食里面加点荤 颜色看着真够深 感情深一口闷 蟹货全部打在脚后跟 砸完马步往下蹲 拿起勺子就要抡 黄土也要打出春 但很显然 并没能迎来鹰飞草场 只有时刻的伤春杯秋 将所有调料都搅拌均匀过后 就可以在前台出售 装到小碟子中 再放点洋葱丝 鹰嘴豆泥 还需搭配一张擦锅包 制作也比较简单 往擦锅包上抹点油 从天而降两把绿化袋 再将锅擦擦几个 这是有几个年轻人 一起开的小摊 有人负责处理鹰嘴豆泥 有人负责擦锅包 有人负责收钱 还有一位不露脸的投手 时不时地给摊子来 两把绿化袋 增加点维生素 时刻肥不肥不知道 但从散落一地的残余中 不难看住 附近的老鼠肯定飞 老鼠的足金足亮 离不开小哥的精准投掷 如果你朋友最近没有好好吃饭 赶紧艾特他过来吃一份吧 如果你也爱喝芦荟汁 那今天又得窜流不息 印度的饮料总让人眼前一亮 就是喝完灵魂不知取向 你要是不敢喝 那更要请你朋友喝 喝钱入老坛班 在老板手中拉四 喝完灵魂与肉体 当场分崩离析 大家都说 印度贫民区的饮食不干净 事实真的是这样 是的 但这家饮料小摊明显不一样 老板看上去还行 就是顾客喝完人容易不行 眼前的红衣服大叔 正在用破伤风小刀 为顾客削去炉灰上面的毛刺 虽然过程中会浪费一大块炉灰胶 但也是让小伙 有了正经用手的机会 从小伙那黄中带黑的指甲 不难看住 他已经是准备了足量的维生素 接着不断用叉子在上面滑拉 这样才能让手指和果肉充分接触 简单且高效地将指尖营养 均匀分摊到每一块果肉上 而当你马上要指责老板太脏 不讲卫生的时候 他居然用干净的毛巾擦起了手掌 这步操作不仅增加了食物的健康属性 还能让你大脑瞬间紊乱 产生愧疚感 老板人真好 刚刚差点冤枉他了 此刻小伙 网杯中加入的是本地的黑蜂蜜 虽然颜色略显暗黑 但绝对没有地漏改良后的搅拌起来的黑 接着网里注入回香粉 胡椒粉酸 莓粉 辣椒 粉味精 以及能润肠的印度版黑珍珠 反正是能当配料的都网里加 种类多到让人怀疑 这确定是在做饮料 而不是做血药 随之登场的是一旁黑到冒泡的液体 根本不需要老板过多介绍 看见成色就能知道功效 幸好老板还知道把能吃的固体过滤走 留下不能吃的液体 准备一次性把顾客送走 加入小伙的手盐之后 当然忘不了还有恒河水 无论印度人品尝哪种美食 在其脑海中只有恒河的味道熟悉而顽固 它就像一个味觉连接系统 一头连着美食 另一头连着的则是医院的ICU 用地漏搅拌均匀之后 也就得施展小伙特殊手法了 看似有点哗众取宠 实则是让卢慧枝和顾客的位置一起翻涌 到这里 这么一杯健康有卫生的芦荟汁就做好了 那么对于此等美食 如果抛开性命不谈 相信你肯定是会想请你朋友尝尝 小老弟排骨寨士正在河边清洗今天的食材 众所周知 在这片森林中生活的小老弟们 万物皆可和中喜 主打的就是一个随意 吃完再说八字够不够硬 清洗完之后 便踏着那痛失双亲的步伐 可在灵魂深处的弄则来到了坟头 开始制作今天的美食 而就在此时 赶得早不如赶得巧 一边的大树下做着一个什么玩意儿 垃圾一看 原来是小小老弟在那里发呆 看到排骨寨士手中的墨鱼 顿时心生歹意 连忙尾随其后 来到坟头的小老弟 还沉静在美味带来的欢乐中 不由地发出震震喉叫声 准备起造生火 从AK组内借来一口饱受风霜的大黑锅 子入一泡老油 倒入小甜椒 小米辣 踹西酱 炒出红油 再次倒入配菜金针菇 最后倒入墨鱼 不得不说 今天的搭配还算丰富 不仅盒中的军群物种摄入极多 维生素物质也得到充分补充 翻炒均匀后 只需等待五分钟即可出锅 时光飞速流失 很快锅中一份大乱炖就做好了 蔬菜还是蔬菜 墨鱼还是墨鱼 从色泽上看非常失败 但从味道来说 在这片原始森林中 那就是Pro Max的存在 将食材移至到天然餐桌 双手个捏一只 就狠狠地炫进嘴里 顿是一股清流的腥味涌上口腔 而从小老弟那一脸享受的表情 显然这种味道正是小老弟想要的 妥妥地又是把自己给吃没了